接著我們會講Factorization因式分解的題目 我們會有三條公式是最常用的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x加y的2等於x2加2xy加y2 x-y的2等於x2-2xy加y2 以及x2-y2是x-yx加y 留意你還有學過這兩條式 就是a3次加b3次 以及a3次-b3次 這兩條式你如果留意考評局 就說明這兩條式是非基礎課題 即是它會在SessionB才出現 這兩條式會在SessionB出現 在SessionA就不會出現 所以大家做題目的時候 應該不會考慮到用這兩條公式 去處理我們現在SessionA的因式分解題目 可以說多一點 其實這兩條式最主要出現是哪個呢 最主要是出現在SessionB找HCF和LCM的題目 就是這樣 我們這裡就不多說了 因為我們也是講回Session1裡面的SessionA 即剛剛那個是MC裡面的SessionB 找HCF和LCM的 先看看怎樣做 因式分解 你要記住答案的樣子是怎樣的呢 我們答案的樣子 它會是幾個東西相成的 中間可能有加減 但重點是它們中間會是相成的 這個就是整個Factorization 你的答案應該是怎樣的 你要知道的東西 好似PARTA PARTA的話 你現在看到這一條是A2 再加12AB 再加36B2 當你看到這一類題目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你立刻按去FORM01 OK 你按FORM01 FM01 你按摩在1 你按摩在1 拼按2 觸按1 12 36 即是變相來說 你好像在計算一個Federalization 的一個CoD systemic polynomial 那樣 當你引出完之後 那我們這個Output 會是什麼呢 就會是負6 以及這個負6 所以答案是a加6b 再乘回a加6b 即是a加6b的2 你記住紅色那些不要寫出來 但你真的做的時候就不用寫出來 部分b 很明顯我們經常說卷1 你一定要用前面的部分 你很快就會看到這個部分 就是來自部分A 所以我們會很快把它寫成 a加6b的2 減25c的2 我看到現在這個就是 sq-sq 我馬上用一條公式 記住不得住 因為你這個2 即是後面的25c2 其實只是與c 你不可以直接用公式 因為你前面還有25 所以第一步你首先要把它寫成 a加6b的2 減固5c 整個2 記住你要整個2 減完才行 所以我們就用一條公式 就是a加b a減b 就會是a加6b 加5c 以及a加6b 減5c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已經有兩個重點了 第一個重點就是 你記得用上部分A的結果 第二個重點就是 記得就是 當你用公式的時候 記得看清楚 究竟你現在是 符不符合我們用公式的要求 就是這樣 下面了 下面來說 部分A的話 你看到今天又是一個 的2-2 那用不可以公式呢 給你1秒 給你5秒 應該就不能用的 因為 我們還未把它轉成 你的2要包著整個餡 所以 我們應該把它寫成 9x整個的2 2-y2 所以現在就是 a加b a減b 就會是 9x加y 再乘9x減y OK 好了 部分部分 部分部分 我們又很快看到 其實這個東西 是來自這裡的 對不對 所以都會照用它 就不會把它亂動 所以前面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9x加y 乘以9x減y 好了 後面 對著後面來說 都沒有什麼好做的時候 我們就抽個2出來 OK 9x減y 你看到現在 大家都有9x減y 是不是 那就抽個9x減y 所以就會是9x減y 前面就剩下這個 9x減y 後面就剩下2 所以就這樣寫下2 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好的 到最後一題 芒 那分類吧 ただ ALL 這個 дис 我們叫做 剛才撐回 9x-42 con researchers 那你出來的output應該是7 over 3 所以其實我們的9a²-42ab-49b²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如何處理這類題目 第一步你可以這樣想 首先掩住boy 掩住boy 掩住boy 現在只剩下一個代表 你記得我們在中三教過如何 vectorize a-分子 首先用 a-分子 然後把分母乘回a的 coefficient 所以我們就會有3a-7出現 但不是我們今天有boy 其實就很簡單 你在分子的後面補回boy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sq 所以下次舉個例子 例如可能是10 over 7 兩個都是10 over 7 我們就會是a-10 即是a-分子 然後分母就載到a的 coefficient 假如我們今天有兩個variable 你就在後面補回boy 就是這樣 你就會做到那個答案 這裏我們也不常說 因為其實很多同學都記得怎樣做 所以我們也快一點 拍boy了 拍boy又是 你會見到就是這裏 對不起 這裏又是部分a見過 所以不要動它 所以我們就會有3a-7b的sq 對著後面來說 我們可以抽個負2出來 抽個負2出來 就變成3a-7b 留意一下 由於你抽個負出來 這裏就變成減 即是本身是加的 因為負負得淨 記住這個是很重要的 抽個負數出來 然後你會見到 今天大家都有一個3a-7b 對不對 所以就抽個3a-7b出來 前面就剩下3a-7b 後面就剩下2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最終答案 你看到我們真的會做到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一類 就是你的答案模式 應該是兩件成為 這樣才是一個成功的fetalization 好了 到下面的 那 parta來講 你看到又是一個chordatic 我們又按機 input 我就寫 input 3-1 以及是-2 ok 3-1-2 那你的 output呢 會是1 以及是-2 over 3 ok 所以我們的答案 應該會是3x²-xy-2y² 是等於x-1 ok x-1 再乘以3x加2 ok 那你記住我們的想法就是 你減個分子 即是1是1 over 1 對不對 然後將分母移上去 那你留意 由於我們這裡是減的關係 我們本身是要減的那個數 所以負負一會變成加的了 那你留意我們今天是有y的 所以其實你要在後面補個y 這個就是我們的最終答案 那接著是partb 那你又見到 這塊是來自這塊的 所以就不要動它了 所以我們就會有x-y 乘以3x加2y 好了 後面是減x加y 那我們可以抽個負出來 那你就會變成x-y 好 又有一句 留意你抽個負出來 後面就變成負 因為你抽個負出來 正負要改變 那更加重要的是 為什麼我們會想抽個負出來 而不再這樣用 可能是減x加y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我看到前面有個x-y 然後你後面應該也有個x-y 即是不一定x-y 你可以是3x加2y 但是很明顯看不到3x加2y的樣子 而看到x-y的樣子 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對 所以我們就再抽出來了 所以就會抽到是x-y 抽x-y之後 前面就剩下3x加2y 中間是減來的 後面呢 記住不是0 後面這裡有個1 1乘去 所以後面你要減1 就是這樣